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蜜粉房屋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饮食文化 从而催生出了独特的饮食习惯 这些饮食习惯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在军队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各国之间举行军事比赛 或者军事交流合作时就会发现 同一个食物,吃法可谓千奇百怪 上个世纪90年代 我国经常与俄罗斯展开军事交流活动 这期间,我国军队算是彻底见识了 俄罗斯军人奇葩的吃方便面情景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军人酷爱吃我国的方便面 还曾经要求我国用20万箱方便面 换他们的苏-27战斗机 1993年,俄罗斯空军人员和苏霍伊公司代表 与我国展开交流活动时 我国军人有幸见识到了俄罗斯军人吃方便面的情景 我们吃方便面一般都是将面放入水中 然后再把调料包倒入有面的水中 等水面调料包三者都恰到其分时方才享用 而俄罗斯军人却是先把调料包放进水中搅拌喝掉 再慢慢吃方便面 这波操作让我国军人目瞪口呆 但俄罗斯军人却理所当然的吃得倍儿香 还经常豪爽的邀请我国军人一起吃 我国军队这几招独门绝技真心太厉害 外军排队来学 微信搜索并关注米粉房屋 回复独门 观看高清精彩视频 了解详情 其实这和两国的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大部分地区气候严寒 俄罗斯军人无论是生活中还是训练中 为了抵御严寒 都特别喜欢喝热气腾腾的浓汤 汤中放的是牛肉和奶油这种高热量食物 一口下去全身顿时被热气点燃 其实这和我国东北炖菜有着一曲同工之妙 所以在俄罗斯军人看来 方便面调料包和方便面完全就是两个菜 调料包加汤是一个 面又是一个 另外俄罗斯军人吃方便面挑口味 曾经我国用20万箱方便面换战机 用的是辛辣味 他们不满意 我国又专门将几顿海鲜味的调料包运了过去 他们调和了一下才欣然接受 不得不说 俄罗斯军人真是爱方便面 爱得深沉呀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 请点击我的头像 免费订阅米粉房屋头条号 原创虽不易 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 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